小伙拼命拧着螺丝 可速度不够快 一不小心被卷进机器里 顺着齿轮不断前进 即便这样 他还想着工作 看到齿轮上的螺丝 还忍不住拧了两下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才能摆脱这种命运 原来大壮在工厂里拧螺丝 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稍微挠下痒 就跟不上进度了 组长看到后 上来就破口大骂 让他干快点 没想到速度真的快了好多 老板看到后 让员工把机器调快一些 这下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了 大壮尿急 让组长替下他 双手还不自觉的 重复着打螺丝的动作 上完厕所后 掏出一支烟 在屁股上轻轻一滑 就点着了 随后坐在洗脸池上 想休息会儿 没想到竟然被老板发现了 吓得他一机灵 急忙跑了出去 可回去后 见组长干得这么带劲 他拿出错刀 修了修指甲 正当他得意时 被组长发现了 让他赶紧过来干活 他这才不情不愿的 接过扳手 又打起了螺丝 可刚开始 速度不够快 差点卷进机器里 幸好被同事一把抓住 即便这样 他还在拧螺丝 同事喊人时 他就一头塞了进去 顺着齿轮不断前进 组长急忙关了机器 他这才停了下来 可依旧忘不了打螺丝 组长反方向转动后 齿轮逆转 这才一点点倒了出来 不过夹坏了脑子 心里只想着干活 看到凸起的地方 就不由自主的凝亮下 组长想找他麻烦 不料被收拾了一顿 正在这时 一个女同事路过 看到屁股上的扣子 他急忙追了上去 吓得人家转身就跑 即便逃到外面也没用 突然大撞眼前一亮 看到消防栓上的螺丝 这才放他一马 没过多久 领导夫人路过这里 他一扭头 又发现了新大路 不停地晃动手里的扳手 吓得女人连连后退 转身就跑 眼看就要跑不动了 恰好碰到一名警察 大壮健壮 撒压子就跑 急忙逃到工厂里 眨眼间到了吃饭的时间 突然一个女人停下来系鞋带 她上去就拧了两下 随后同事倒了一杯牛奶 可这时双手不听使唤了 她刚端起盘子 就撒了一地 肌肉都形成记忆了 还怎么吃饭 幸好领导比较体恤员工 推来一个自动进食器 大壮成了第一个小白鼠 机器往前一推 固定住头部 让它不要乱动 紧接着启动开关 盘子升起来后 慢慢倾斜 喝汤确实方便 还贴心地给它擦了擦嘴 随后机器转动 换成另一种食物 盘子升起 把蛋糕一块块推入口中 唯一的要求是 吃的速度必须快 第三种食物是玉米 自动送到跟前 只需张嘴就行 玉米会自己转动 领导对此非常满意 可吃着吃着 玉米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跟风火轮差不多 玉米粒尔崩得到处飞 还开启了刷牙模式 大壮可就倒了煤 工程师急忙打开盖子 里面火星四溅 刚动了下开关 玉米蹦跋得更快乐 幸好及时关了机器 要不门牙都被摸没了 可高兴没两秒 玉米棒又动了起来 跟发了风似的 最后还贴心的擦了擦嘴 等修好机器后 开始调试 盘子升起 哭吃以下 泼了大壮一身 服务员赶紧又加了两勺 这次更厉害 全都泼到了脸上 工程师赶紧检修 拧下螺丝 放到盘子上 再次启动开关 拖盘转动 把蛋糕推入口中 紧接着是螺丝 差点把牙割掉 随后又是一个 这也太不智能了 擦嘴的动作倒是没问题 最后是蛋糕 本以为能吃顿好的 结果又全呼到了脸上 这还没完 紧接着 骂步对着嘴一顿扇 幸好机器打开 他这才逃过一劫 实验失败 气得董事长转身就走 你说资本家们可恶吗 遇到排队怎么办 将女孩的娃娃 扔到一边 成功前进两位 然后捏下男人的屁股 他猛的一回头 小伙微笑了下 结果就被推了出去 这下小帅排到了最前面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这样聪明 眼看就剩一个空位了 他拐了个弯 抢先一步坐到凳子上 还假装看不见大爷 见小伙全身都是绷带 他不停地比划着左手 故意把脚抬高 搭到另一条腿上 气得小伙只瞪眼 这时轮到23号 再看下自己的76号 觉得非常郁闷 他看了下时间 窝了个乖乖 他的手上竟然有把紫砂壶 我忍不住给他点了个赞 旁边的小伙都快笑抽了 他一扭头 突然脸上一洗 对方竟然是52号 他毫不客气地把号换了换 这下小伙不干了 可他根本说不了话 随后过来一对母子 男孩竟然把锅扣到了头上 他俩正好凑一对 见对方看不见 他掏出笔 在人家号码后面加了个0 然后一脸兴奋地嘚瑟起来 这时轮到24号 没想到大爷睡着了 他悄悄起身 想把号拿走 突然大爷一机灵 站了起来 便宜又没站成 他非常郁闷 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 趁小姐姐打电话的功夫 悄悄走过去 把排队箱旋转360度 随后坐了回去 下一秒 护士喊到52号 他刚要过去 却被小伙一把拽住 怎么都走不了 这时很多人跑到前面 说怎么把我跳过去了 他们这才发现问题 小帅的奸计失败了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 他竟然睡着了 还把号码掉到地上 护士看到后 问这是谁的 小伙急忙发出声音 护士就走了过去 这时正好是52号 小姐姐刚一喊 护士就把小伙推了进去 而小帅找了半天 就是没找到号码 气得他直咧嘴 又重新排起了队 还说自己把号丢了 可人家根本不惯着他 取出信号一看 发现是250号 他非常生气 把号塞进垃圾桶里 突然又一想 还是等等吧 于是把手伸进垃圾桶中 却怎么都拔不出来 这下完了 两只手都用不了了 只好用嘴取了张票 你说这算不算最有应得 男人拉着电锯爬梯子 磕手没地儿放 怕伤到自己 他解开挂钩 将电锯挂了上去 随手往后一扔 就开始爬梯子 没过多久 中间的木头全被锯成两段 来到楼顶后 电锯离蘑菇头脑袋 只有两毫米 他非常生气 夺过电锯 朝胖子脑袋劈去 定睛一看 上面只少了几根头发 电锯则彻底报废了 这质量也太差了 随后拿起锤子 用力一抡 锤头就飞了出去 哐当一下掉进水桶里 卷毛看了下警告 可他不认字 轻轻一拽 大钟脱落 顺着房顶滑了下去 正好砸中修女的头 三人见状 知道自己闯祸了 刚要往下爬 没注意梯子成了两节 就摔了下来 正好撒到修女身上 两人回头一看 胖子马上要倒了 想把修女拉到一边 头却撞到消防栓上 随后胖子就掉了下来 修女可就倒了霉 卷毛拿起水桶 用力一泼 锤头就砸到脑袋上 吓得三人急忙逃跑 一不小心 碰到旁边的梯子 老头就掉了下来 三人下车后 看到老头在欺负修女 急忙跑了过去 紧接着就是一顿胖揍 就是手法有点残忍 幸好院长及时赶到 他们这才助手 随后为了赚钱 三人竟然在高尔夫球场 种起了鱼 为了让鱼快点长大 还不停地往身上浇水 渴40度的天气 很快鱼就渴死了 漫天遍野都是鱼干 老板发现后 急忙拨通了119 FBI很快来到这里 吓得三人转身就跑 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点傻 男人竟然用笔子吃绿豆沙 这天手上爬来一只蜘蛛 他没有害怕 下一秒就被咬了一口 蜘蛛却堵发身亡了 喂大哥 捧岔啊 是你咬我 可刚说完 手上就冒出一阵绿光 只见他小手在空中转了一圈 然后轻轻一弹 一颗绿豆正好射到老师脑门上 谁 幼稚 从此之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竟然卖起了绿豆汤 他倒满水后 撒了一把绿豆 哇 好随便哦 老板 可不可以麻烦你多加点绿豆啊 只见他拍了下胳膊 绿豆就哗哗地冒了出来 眨眼间就装了一大杯 我认识你 你是绿豆鞋 耻辱 都是耻辱 因此他放弃副业 开始了劫富激贫的生活 这天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巷子里 小伙儿走着走着 突然对面的美女大喊一声 救命啊 为什么 你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那我听你 随后就要解扣子 救命啊 这使绿豆侠从天而降 绿豆侠 我今天第一次做坏人就遇到你 好兴奋啊 放开他 我还没碰着呢 他觉得有点尴尬 那我等你 现在社会这么咄咄逼人吗 怕刚要上前 绿豆侠就冲了过来 随后射出十多颗绿豆 好委屈啊 能不能致命一点 绿豆侠胸膛一挺 开启了变身模式 只见他扔出一张面膜 鸭唧一下哭到男人脸上 时间一到 照镜子一看 他竟然变成了奶油笑声 这时女人主动凑了上来 你不仅是个好人 你还是我的男人 随后两人一起回家了 这天他又遇到个抢劫的 两位 我已经看了一下子了 麻烦能不能告诉我 是谁抢手 是我 我抢的他 随后他就举起了手枪 老奶奶扣动扳机 子弹射出 却被绿豆侠躲了过去 躲子弹 这可是我双枪小公主退休之后 第一次发飙 我要发飙了 变身后 双枪不停的射击 甚至转起了圈 可这些子弹 都被轻松的躲了过去 全都躲掉了 怎么可能呢 可中了这么多枪 他竟然没躺下 绿豆侠立马开启变身 要为小伙报仇 使出了必杀剂 又扔出一张面膜 正好呼到老奶奶脸上 他觉得还挺舒服 下一秒 他的皮肤比俄罗斯美女还白 你快点去自首吧 以后 别再抢劫了 OK 面对受伤的小伙 他拿出了秘密武器 让小伙走得体面些 刚要被推上救护车 说完就领了河饭 画面一转 一个剧组正在拍戏 一声炸雷后 他真的出现了 兄弟怎么称呼 他往胸口指了指 男人微微一笑 海洛飞 他摇了摇头 跟我捏 来运绿 我可不可以不要捏 不行 随后他就被推了出去 紧接着绿豆侠又开始了变身 这次射出了吸油面膜 男人一声大叫 痛苦地捂住脸 随后他就变成了奶油笑声 他真的好轻爽 人不但不油腻了 就连演技都升了好几个台阶 把导演都看哭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出这是什么广告了吗